假结婚,翻车了,这种局面,顾锦安得负全责,是他选错队伍,还非拉着我一起,说什么这对气氛融洽,不吵不闹,咱们合作愉快,没必要苦大仇深。 我真是信了他的邪,排队半天才知道,这边只领离婚证,而冷静期登记是苦大仇深那一边。换队重排,扭头就撞见满脸震惊的双方父母,被抓个正着,直接扭送出门。 两个队伍,两个人,分开排队不是基本常识吗?我挟去顾锦安,很快一开始线,这只花孔雀,临到离婚都不消停,打扮得花枝招展,哪里像是失婚青年,简直能直接去婚礼现场当新郎。 顾锦安也不甘示弱,贴我一眼,冷哼,是谁磨磨蹭蹭晚了两个小时出门。 万欣欣,你该不会是不想离婚,打算赖上我了吧? 针尖队卖忙,视线一交锋,梯里啪啦都带着响。 行了,你俩谁对不起谁? 谁提的离婚? 妈妈们一口同声。 我妈眯起眼睛贴我,肯定是你的歪主意。 而她妈瞪起眼睛唬她,看我回家不收拾你。 我不敢看我妈,但看见她也不敢看她妈,心里莫名解气。 堂堂顾教授还有乖乖认怂的份,妥妥的血脉压制啊。 然而,不到三秒,顾锦安开始拱火。 她轻叹,就当是我的错,你们别问欣欣了,她也有难处。 说完,低头谢罪,就当是她的错。 就当,长辈们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我,我只能抱以苦涩腼腆的干笑。 是个狠人,在这等着呢? 结婚前,我们做过约定,应付双方家里三个月违宪,到期解约。 离婚时,把过错推到我身上,没必要两个人挨骂。 当时的顾锦安有多么识大体,如今查理查气的她,就有多么欠打。 我,我,我能怎么办? 总不能反咬一口回去,也没她犯错的实质性证据啊。 所以说,顾锦安真的只能当我的死对头,连个前夫都做不好。 我们孽缘已久,妈妈们是少女闺蜜,爸爸们是青年调友。 他们同一年结婚,同一年生子,先后进了同一间产房。 要不是比顾锦安早出生三天,恐怕连我自己都怀疑,医院是不是报错了? 我爸妈都是考古系教授,他爸妈经营物流公司。 他从小更像我爸妈的孩子,三岁拿毛笔,六岁会刨坑,七十八岁就背着小书包,想和他们去田野挖探房。 而我一看古文就头疼,一去野外就崴脚。 从小到大,他实打实抢走我多少亲子时光。 呵呵,作为回击,他陪着我爸妈满腹经轮时,我跟着他爸妈练猪蒜,学沙盘,培养商业思维。 主打一个夺回亲情权,学生时代,文理分科。 我们在公字楼的前后两端。 一到大考,我父母给他辅导课程,勾画文科重点。 他父母陪我复盘物化实验,总结归纳。 顾锦安研究生报考时,我那相敬如宾的爸妈差点大打出手,只为抢他这颗好苗子。 也没什么可得意的。 我毕业实习,本想深藏不露,隐姓埋名。 不料第一天,就被顾爸爸带着招摇过世,空降成了VIP实习生,成功打入顾家生意内部。 他哥们笑话说,顾家提前找了儿媳妇,继承家业。 我闺蜜不甘示弱,替我出头,说顾锦安只配入赘当上门女婿,相互嘲笑好几年,水火不容。 终于在他俩婚礼上,我和顾锦安恍然大悟,小丑竟是我们自己。 于是,开始新一轮的斗争,抢朋友。 他哥们也是考古专业,毕业后跑去西南挖坑,如痴如醉,恨不得度蜜月都在三星堆。 这哪能行? 我闺蜜是摄影师,讲究的就是浪漫。 星辰大海的那种浪漫。 不是说三星堆不浪漫,而是我怕他哥们从金面具到青铜神术,能讲解三天三夜,不带些的。 别问,问就是人以群分。 顾锦安那么干过,我被迫听完,还得夸他学识渊博。 制定好全套蜜月方案,预定带露台的豪华海景房,甚至亲自送两人上了邮轮。 半个月后,他们幸福美满地回来了,并宣称我以后将是孩子的干妈。 哈哈哈哈,赢回一局,可惜,好景不长。 他们感情太好,第二年小不点出生了,刚长崖,就考虑早叫托管。 我没用,只会砸钱。 顾锦安替他们从右托一路规划到高中,还留了个钩子,说大学有缘,可以亲自带他。 哼,他成了小不点的干爸。 你说,这不是乱了套了? 我比他大了三天。 按道理,顾锦安得管我叫姐姐。 亲情友情,都没能分出胜负。 眼见着,还剩下一个爱情,按兵不动。 这一回,我倒没想主动出击。 为了跟顾锦安斗法,和陌生男人领证结婚,搭进去一辈子,想想就荒唐。 况且,上班挺忙的,哪有时间谈恋爱。 多奢侈啊。 我闺蜜不这么想,她把小不点往右托班一送,单反机一挂,就坐在办公室里,给我拍工作写真,说要拿去给我相亲用。 你是不是想和顾锦安发展,只是太熟了,不好下手? 他当年怎么不考警校,这么会审问? 我差点被骗,一杯咖啡都泼在合同上,多得加两个小时的班。 熟? 我和顾锦安很熟吗? 一个月能见一次面吗? 不是我出差在外地,就是他带队学生去田野实习。 我得知他的消息,全靠爸妈的碎碎念。 他们会眼识珠,把顾锦安从学生带成了同事,得意着呢。 不过,我想顾锦安也不好过。 他得忍受着家宴上,不断听到我的名字。 尤其是我拿下多个项目,升任副总后,股份占比越来越大,做了不少改革。 除了顾家爸妈,其他人对我的意见,怕是挺多。 决定协议结婚,挺突然的。 小不点周岁宴会上,顾锦安突然删着我的写真问, 你这么着急嫁人呢? 还得往外发照片,周围没男人了。 好笑,自家公司,顾教授又不是没去过,有没有男人看不到。 但凡能在上班时候摸鱼谈恋爱,我还能单身到现在。 姐姐我呀,职位吸水,脸蛋身材,哪一点没有? 就是缺个机会,而已。 我直接回怼顾教授周围没女人了吗? 特意珍藏我的照片,找借口来搭讪。 不劳万总费心,我最近的桃花,挺旺。 顾锦安垂眸倾笑,唇角弧度,弯得像是斯文败类。 她的目光导落了在实处,是我闺蜜的小表妹。 她好像刚刚留校成了历史系讲师,长得文文静静,书卷气挺重。 历史配考古,天生一对喽。 我没忍住翻了个白眼,正好余光瞥见顾锦安哥们的堂弟。 嘿,忘了。 这小子前两天进了公司销售部,当实习生,可乖巧了,会喊我姐姐。 胜负欲这玩意,一旦有了,根本没法控制。 我一拦手,招呼人,小航。 来姐姐这里。 小航老远就应声,笑着大不留心地走来。 我得意洋洋,抽走顾锦安手里的照片,炫耀到顾教授,公司来了不少小鲜肉,可听话了。 职场潜规则,顾锦安落败,非得隔应人。 我才不惯他,我就离不了顾家。 大不了自己创业,东山再起碑,顾锦安一点风度都没有。 我话还没说完呢,他就打断了,惊呼道,你为了他,要离开公司。 小航也被吓到了,叫完一声姐姐,还喊他姐夫。 你说,气不气人? 周岁燕还没结束,我就接到了家里两位教授的轮番电话轰炸, 问什么时候能带男朋友回家。 我没来得及解释呢,电话里还传来爷爷的声音, 问是不是要谈婚论嫁了,什么时候领证? 一扭头,顾锦安挑衅地看着我,手指还戳戳小行载的方向。 行吧,是他惹事在先。 我反手一条消息,告诉他爸妈,顾锦安准备向女朋友求婚了。 然后,满意地看着他接起电话,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垮了,和我斗,反弹。 结果,我们忘了,钓鱼牢也是会聊天的。 没几天,鸿门宴就来了。 双方父母非得要我们带人一起吃饭。 说什么两家人是世交,不见外,一起见见面。 我怎么可能带小行,只能在酒店门口喝西北风? 顾锦安难得迟到,灰头土脸,像是从考古现场赶回来,风尘仆仆,脸上也没有精气神,满是落寞。 是挖掘结果不满意?还是单纯太累? 顾锦安抬眼看我,阴阳怪气都没了力道,你带了哪个小鲜肉? 没带?我没好气,你的人呢? 他突然扯了个笑,怪好看的,像是松了口气,我也没带。 那天,风和日丽,导致我居然对顾锦安动了侧隐之心。 心想,他这副落魄样子,怪可怜的。 要不然,我们结婚算了。 做做样子,先瞒过去。 我提出意见,他大惊失色,憔悴的脸更难看了。 结不结婚? 不结,我找别人了。 我看了看时间,叫个人来帮忙,应该还能赶上。 只是做做样子,顾锦安总算反应过来,琢磨起我的话。 我不耐烦地点头,有些不想看他的眼睛,以前没发现怎么是双无辜的小路眼。 三个月期限,到期离婚。 我补充一句,他想了一会,同意了。 离婚时,把过错推到我身上。 没必要两个人挨骂,还挺实大体。 当时他过分配合,我起了胆心,尝试要求能不能喊我一生姐姐。 随后,他圆形毕露,扑上来掐我酒窝。 正巧爸妈们打开包厢门,躲闪不及,撞在一起。 我失去了初吻。 见家长,领证都太顺利。 三个月里,我们见了双方亲友。 顾锦安参加了我爷爷的生日寿宴。 我参加了他姑丈家乔迁之喜。 以至于离婚被抓包,爸妈们无法接受,非得找出原因。 为了不偏思,我爸妈把他带走了,他爸妈把我带走了。 还真是两家的传统技能。 顾妈妈觉得是儿子对不起我,可能移情别恋了, 拉着我们一起查看顾锦安的朋友圈。 三部手机,摆在一起,一条条查看, 绝不错过任何一个点赞对象。 嗯,看着看着,他们两个有点不自在了。 因为顾锦安几乎给我每条动态都点赞, 包括行业新闻和广告推广。 他俩也有,但不多。 顾妈妈脸上逐渐浮现出有了媳妇忘了娘的表情。 我尬笑着打圆场,只是礼尚往来,我也给他点赞了。 那是自然。 不然,爸妈会批评我不关心文物保护事业, 不尊重泱泱大国五千年文化传承, 故爸爸接受我的解释, 又说是不是公司的亲友, 只手画脚说闲话了。 我连连摆手,那些伎俩太嫩, 不过就是见招拆招。 他俩短暂沉默,随后一声惊呼。 钉,门铃声响起。 我爸妈旋风一般推门而入, 四个人心有灵犀的大吼一声, 二人世界。 我和顾锦安面面相去。 我爸先自我反省, 上个月的田野实习, 本不该排锦安待班, 都怪我的腰痛犯了, 耽误事情。 顾爸爸也紧随其后, 上上个月, 分公司出差, 用不着心心跑一趟, 抬聚他们了。 我,你们到底想干嘛? 就在两位爸爸面地思过时, 妈妈们已经把我们赶出家门, 回自己家去, 好好商量, 找个地方度假。 费用我们来出, 每天汇报, 每个十天半个月, 不准回来。 当初我们作戏演完全套, 领了结婚证, 就搬到了一起。 房子是我爷爷送的新婚礼物, 三室一厅。 顾锦安和我很有默契, 空出主卧, 一人占了一个客房, 个忙个的。 父母气伤从文, 我又学的自动化设计, 毕业加入物流公司, 老爷子气得就差把我们一家踢出遗嘱。 好在, 我和顾锦安的婚事, 令他满意, 改口说万家以后也是书香门第。 听听, 是不是离谱? 连我爷爷都觉得顾锦安是个香伯伯, 房子都在大学城里。 都不知道该问谁, 我到底是不是报错, 捡来的孩子。 没离成婚, 再一起回家, 总觉得哪里不对? 喝一杯不? 顾锦安提议, 每次田野实习, 他都喜欢收集一些当地的土酿酒。 偶尔, 我们也会小酌一杯, 算得上难得的和平相处。 但我今天实在没兴趣, 不喝, 早点休息, 养精蓄锐, 明天排队擦亮眼睛,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 要不是他排错队伍, 我们早就已经领完证, 各回个家了。 顾锦安居然还好意思反驳, 那你明天别把衣柜都到处来找衣服, 离婚嘛, 穿什么都一样。 听什么? 你西服三套件汗在身上, 脑袋小背头, 抹了一斤油, 打扮得像是花孔雀, 我就只有看着你招风引蝶的份, 不可理喻。 万欣欣, 你那么激动, 是吃醋了。 他突然凑近一些, 没有保持七十五公分安全社交距离, 我往后一退, 嘲笑他幼稚, 顾锦安, 有本事来比一比, 看是你招的风多, 还是我引的蝶多, 输的那个, 去爸妈面前坚持离婚, 吃醋, 那是小孩子玩的把戏, 成年人, 就得拼个你死我活。 顾锦安眼中含义凌然, 嘴倒是依旧挺硬, 怎么比? 那还不简单吗? 小区出门右拐, 路过两个街口, 第三个店面, 从大学开始就聚餐得轻吧。 一个小时, 谁拿到的联系方式多, 就算谁赢。 我们打了赌, 他哥们和我闺蜜, 闻讯而来, 一人一杯果汁, 磕着瓜子, 自告奋勇要当裁判。 这两人看热闹不嫌事大, 还说为什么不直接加微信? 顾锦安冷哼, 万总的微信多值钱呢, 每个百来十万的生意, 他能看上。 我能说他, 顾教授的微信多高冷啊, 不是个泰斗大拿, 都算高攀。 顺时针转一圈, 靠着一杯冰岛红茶装嫩, 满卡座的年轻小鲜肉, 个个来喊姐姐。 看着这未经世事, 纯情乃狗的小眼神, 可比顾教授那样的有趣多了。 一个小时, 写满电话号码的纸条, 就已经抓满两手。 看着顾锦安和吧台上的小姑娘, 聊了好半天。 我把纸条往裁判面前一扔, 就上前抓人, 要超时了, 你是继续聊天, 还是愿赌服输? 顾锦安也扔了一大把的纸条, 看着倒也不少。 闺蜜默默递来一个原来 她是海王的表情。 我偏了头, 眼不见为净, 反正我肯定会赢, 没有哪个大学生 能够抵挡实习证明的诱惑。 我就当是给人事部提前要简历, 这些号码一个都不会浪费。 冰岛红茶见了底, 我看着唱票结果, 傻了眼。 平局? 怎么可能? 她哥们眯起眼睛, 很不齿地看着顾锦安, 又开始靠脸招生。 多上点选修课, 可以拓展视野。 顾锦安大言不惭, 失策了, 不分伯仲难以收场。 我们回归到最原始的较量, 石头剪刀布。 这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因为她只会出石头, 我习惯先出布。 我赢了, 她被我回了家, 冰岛红茶的后劲, 大的离谱。 早知道, 就在家里喝土酿酒了。 顾锦安关键时候, 还算男人, 没有趁虚而入, 把我送回了客房。 只是, 第二天一早, 我看着被塞报的短信消息, 气到爆炸。 顾教授, 我能加您的微信吗? 星星演点句辟句顾教授, 我能申请换到下月, 您的田野实习吗? 对手指点句辟句顾教授, 我有个朋友, 想问, 万欣欣, 你昨晚给出去的手机号码, 怎么是我的? 屋外一声低吼, 顾锦安满头黑线地冲进来。 小姐姐, 我去的话, 是你面试我吗? 小姐姐, 我兼职健身教练, 简历有加分吗? 小姐姐, 我可以, 她居然还能生情病茂, 夹着嗓子, 朗读一遍。 呵呵, 彼此彼此, 我的起床气, 终于散了, 掀开被子, 下床冲澡, 一边洗, 一边想着顾锦安刚才不修蝙蝠的样子, 头发凌乱, 胡子拉叉, 眼眶还有些红润的战损模样, 倒是有几分可爱。 姐姐我呀, 可能审美真和人有些不同。 顾锦安平日里的冷静自持, 文质彬彬, 我就万分看不顺眼。 明明她就是个满嘴跑火车的混不吝, 疯起来要人命, 非得装深沉凹造型。 说起来, 三星堆讲解事件, 也有前因。 当时, 我对顾锦安万分佩服, 差一点就芳心暗许了。 大三那年, 我面临着考研还是实习, 愁愁不前。 想向家里的两位教授请教, 但他们忙着抢顾锦安当自己的得意门生, 无暇坚固。 我一气之下, 跑到西南散心, 鬼使神差要去看三星堆遗址。 不就是考古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甚至还萌生想法, 偷偷报名考古戏, 一鸣惊人, 闪瞎众人眼睛。 但不负众望, 我刚下飞机, 没到博物馆呢, 脚就崴了, 斜了门了。 小时候, 我爸妈一带我去田野刨坑, 我就会崴脚。 没想到, 看个考古遗址, 也能飞来横祸。 我躺在酒店, 看着肿成馒头样的脚踝, 只能转移目标, 抱怨顾锦安。 谁叫他那么优秀, 还优秀到我家里来? 或许, 没有他, 万教授也能把我带成 考古界的冉冉新兴。 天马行空之际, 酒店的门被砸得狂响。 顾锦安边砸边喊, 万新兴, 你开门。 本事带了, 居然敢离家出走了。 我吓得, 金鸡独立, 单脚跳着开门。 眼前就出现了 战损模样的顾锦安, 青色的胡茶, 硕大的黑眼圈, 还有布满血丝的眼。 一看到我, 他泄气般说, 你知道我找了多少家酒店? 一句话没有就跑了。 要不是, 我去宿舍找你, 所有人都被你蒙在鼓里。 倒是事实, 我不在家, 爸妈就以为在宿舍。 不在宿舍, 闺蜜就以为我在家。 只有顾锦安, 经常去我家找我爸妈请教学业, 又去宿舍替他爸妈跑腿送零食, 才会发现我不在。 他最后问我, 这么能跑, 怎么不找个梯子跑天上去? 我一时无语, 发愣道, 没想跑, 就想看看三星堆。 脚崴了, 门都出不了, 酒店的饭好贵。 我钱都不够了, 顾锦安低头, 看了两秒, 又骂骂咧咧, 脚崴了, 跑来开什么门。 你说他是不是神经? 本来就是他砸门让我开的。 大概是可怜我, 顾锦安留下, 就在酒店客房里, 讲解了三星堆的资料, 整整三天三夜。 他都不累的, 越说眼睛里越是发光。 听到我赌气, 跨专业考考古, 更是来劲, 全面分析自动化信息技术 在考古学上的未来前景。 多亏他的努力, 我成功放弃了考古学。 脚商一好, 回到家, 我就投实习简历。 自动化信息技术 在物流行业, 应用也很广泛, 我能胜任。 转眼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 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教授, 我成了物流公司的副总。 交叉时限, 两家人对下一代的期许。 也怪不得父母们 想撮合我们。 我挑了一件白色纱裙, 卷了个波浪发, 晚上点了香水, 拿着结婚证 就出了客房门。 家里有些过于安静。 顾锦安? 我有些慌, 不知道他是不是想放我鸽子。 这时, 客厅里传来一声熟悉的, 却又很紧张地问候声, 欣欣姐, 你准, 准备好了呀。 我一愣, 心想小航怎么到家里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发了消息, 公司出了点状况, 比较着急, 想着还是来问下你。 小航之前一直在销售部, 出于对顾锦安哥们的信任, 我顺带让他帮忙注意一些事情。 既然他都上门来, 肯定是大事。 而且, 不能轻易透露给顾家人。 毕竟, 哪个老板都不想看见窝里豆。 我立刻翻出手机, 上下一滑, 注意到在一堆顾教授开头的消息里, 有一条特别醒目, 姐, 公章被换掉了, 卢总监把公章都换掉了, 项目部和财务部得打起来了, 瞬间血压就起来了。 结婚证被我扣在五斗厨上, 转身就抓起包, 要冲出去, 小航, 你开车了吗? 坐你的车? 我太紧张, 手心都出汗了。 没法开车? 万欣欣, 你今天先和我约好的, 不准跟他走。 顾锦安出声制止我, 追上来要篮, 正着急上火呢? 这个卢总监就是顾锦安的估掌, 亏我还给他乔迁之喜, 送了个大剑, 他背后嚼舌根说我负人之剑, 就算了, 小人伎俩。 没想到, 居然敢偷换公章, 就因为他私下和另一家竞标公司串谋, 恶意破坏投标, 谋取私利。 上周被我抓到一回, 弄错标书报价, 还以为已经提醒到位, 结果, 变本加厉。 要不是看在他是顾家人, 不能让顾家爸妈没了脸面, 我至于那么火急火了的吗? 小航不敢催我, 只能站在一边, 着急看时间。 顾锦安不依不饶, 又拿着那双无辜的小鹿眼睛看着我, 非得我留下。 我气急败坏, 顾锦安, 你就那么急着离婚? 行, 你拿着结婚证, 先去民政局排队, 这回可别看错队伍。 顾锦安被我这么一吼, 往后退了半步, 我一把推开他, 走回五斗厨, 把结婚证拿走, 一路到公司, 小航下的话都不敢说, 这小屁孩估计都吓傻了。 卢总监半点不急, 还在办公室里泡茶, 见到我进门, 笑着打招呼, 欣欣啊, 大哥大嫂说你这几天要出去旅游。 怎么还有空来公司? 卢总监, 还不是因为您排场大, 我得亲自来吗? 我也坐下, 自顾自倒了一杯茶, 压着心头火, 真见外都结婚了, 还是喊姑父亲切些, 又没有外人在。 卢总监睁眼说瞎话的本事, 是真的越来越炉火纯青, 偏偏我可不吃这一套, 想送我去分公司, 要顾总安排我去出差整顿时, 我可不就是外人吗? 怎么, 公章一换, 我就不是外人了? 那我算是顾家人, 还是你们卢家人? 卢总监面色一僵, 扔了茶盏, 有什么了不起的? 敢爬到我的头上来? 我跟着老顾一起搞公司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在哪里跑呢? 现在搞个自动化系统, 就想在公司里横着走, 里里外外都想插手,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别拿你和顾锦安结婚显摆, 谁不知道老顾交不出儿子, 找了你来卖命, 就你傻, 我傻不傻的, 不用卢总监操心, 起码, 我拿的股份, 拿的职位薪水当之无愧, 离开了公司, 去任何一家都有发展前途, 不像有些人, 换个萝卜章, 还以为自己前途无量, 砰, 这回是把茶壶直接砸了, 上好的极品紫砂, 还是老顾从江南 给他带来的, 一点都不珍惜, 股份? 呵, 顾家要是真的看得起你, 会只有那么点股份, 他老顾两口子的股份, 还不是要留给儿子, 孙子, 我看你还是回去 安心生孩子吧, 则, 和老男人吵架, 真没意思, 三两句话, 说不过, 又开始拿女人生孩子说事, 要不是等监控录像, 我置于耗着他, 哐当, 办公室门打开, 小航, 拿到了, 我侧头问, 成竹在胸, 眼前的卢总监, 脸色瞬间变得躯黑一片, 嘴巴哆哆嗦嗦, 别扭道, 锦安, 你怎么来了, 锦安, 顾锦安, 我扭头一看, 就看到顾锦安手里捏着个U盘, 身后跟着小航, 还有项目部, 财务部的几个领导, 眉头一蹴, 我先是扫了小航一眼, 他躲着目光, 闪到一边去了, 小屁孩学会通风报信了, 姑父, 偷梁换柱玩得挺厉害呀, 您是自首, 还是我在群里, 先和大家通报一声, 早说过, 顾锦安没个正行, 斯文面孔, 张口就来, 卢总监脸色几经变化, 喃喃自语, 你们没有证据, 监控早就, 早就坏了, 没人休, 顾锦安哈哈一笑, 走上前, 手压在我的肩膀上, 您怕是对心心有误解, 他呀, 理科脑子, 太较真, 从来不会稀释宁人, 我心里翻了个白眼, 觉得不是夸奖, 你要让他写什么优秀员工发言, 升职感想, 糊弄人的东西, 可能不行, 但让他闷声不吭, 把公司所有设备信息更新换代, 比谁都积极, 你知道这些新的摄像头在哪吗? 卢总监吞了吞口水, 败下阵来, 我听不下去, 一把夺走顾锦安手里的优盘, 让小航通知保安和法务来处理, 拉着顾锦安走了, 顾锦安乖乖跟着来了, 你瞎说什么呢? 什么新的摄像头? 哪有多少摄像头? 我简直无语, 一个教授不该作风很严谨吗? 就知道满嘴跑火车, 他不懂, 虎助让法务处理, 省得再来烦你, 顾锦安耸耸肩, 一脸无所谓, 你, 你怎么来了? 我是真没想到, 他会跟过来, 不应该去民政局排队领证吗? 我刚才失态了, 你和小航一走, 就反映过来, 可能是公司里的事情。 而且, 你还不肯说, 也许是家里人在捣乱, 我就跟来看看, 听说你进了姑父的办公室, 就知道是他个老古板在搞事情。 他跟着我爸来公司的时候, 连台帐都搞不清楚。 这些年, 好不容易理出头绪, 你来改革走自动化信息管理, 估计适应不了。 顾锦安说得也很实在, 倒没有什么错。 我勉强原谅他在家里的态度, 再说, 也是家里的公司, 不能看着你受气。 婚不是还没理吗? 要是让爸妈们知道了, 我得被唾沫星字淹死, 很好。 刚刚还觉得他态度诚恳, 放心, 我不抱怨这些, 不是纯粹为了家和万事兴, 而是换一家公司, 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照样要处理, 我看一眼时间, 还来得及。 走吧, 排队登记去。 我朝他招手, 准备赶去民政局, 一分钟也不耽误。 那个, 我刚才来的时候, 接到电话, 发现了一组六千年前的古人类基因数据样本。 他说了两句, 就拱手告辞。 我从窗口探头, 看到闺蜜的小表妹从车里朝他招手。 切! 六千年前, 得历史系一起去呗。 卢总监的事情发生以后, 员工们会声会色地 给顾爸爸、顾妈妈描述当时场景。 他们万分愧疚, 立刻联系律师, 要给我转让股份。 还往自己身上揽责任, 表示绝对没有要我卖命的份。 特别是, 真和顾锦安过不下去, 也不勉强我了。 我知道他们去过家里, 本来是想给我们搞个惊喜, 找了部长公司, 打算撒满玫瑰和气球, 营造婚房状态。 结果, 部长公司不确定主卧是哪间。 最像主卧的那间, 没有什么生活痕迹。 其他两间, 倒很像是用来分居的客房。 我不怪他们, 毕竟家门密码是我给的。 他们只说, 包了汤要送来, 我就没设访。 事情传到我爸妈耳朵里, 他们不愧是搞学术研究的, 看过的历史文献和奇葩故事, 估计喊了去了。 我妈一针见血地问, 是不是搞了个假结婚, 糊弄他们。 她还说, 只有她怀疑, 告诉她, 绝对不会透露。 我怎么可能信她? 他们那么要好, 告诉一个, 爸妈们就都知道了。 他们四个有闺蜜姬友群, 我和顾锦安都像是捡来的。 顾锦安走了半个月, 只知道去了西南山地, 通过一次电话, 抱怨雨下得太大。 我说, 你还有多久回来? 我天天被轮番审问, 就快要熬不住了。 太难了。 她声音不大, 穿透雨声, 又想把男的事情抛给我了。 毛笔不想练, 骗我说好玩, 抢走我的算盘。 古书太难啃, 骗说我的字好看, 要我给你做笔记。 还有, 前脚还信誓旦旦要学考古, 转头就去公司上班。 我, 啊这, 男人这么斤斤计较, 很容易变丑的。 你还想不想当花孔雀了? 顾锦安常探, 我现在只能叫落汤鸡, 哪里是花孔雀? 我心头莫名一颤, 有些不是滋味。 总觉得奇怪, 便多问一句, 顾锦安, 你工作还顺利吗? 挖到宝贝了吗? 宝贝, 顾锦安莫名其妙地呢喃, 雨声太大, 我听不真切。 你说什么? 我又问一遍,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这么着急要离婚? 找到第二春了, 顾锦安像是来了小孩提气, 贼兮兮地气人, 我还偏不回去, 急死你, 啪, 传来一记响雷, 信号不好, 电话被挂断了, 这电话, 打了还不如不打, 搞得我心神不宁, 隔天, 秋高气爽, 适宜拍照。 我闺蜜带着小不点来家里, 拉着一起郊游, 三个人坐在草坪上, 看着万里无云的天空, 感叹岁月静好。 提到顾锦安说的第二春时, 他哥们急匆匆跑来, 让我们快走, 被坏了兴致, 我还恼呢? 一说顾锦安的坏话, 你就来了, 也算是心有灵犀吧。 他哥们看了看自己老婆, 又看了看我, 一时雨色, 嘴巴张了又合。 怎么了? 着急忙慌的? 我闺蜜抱着小不点, 嫌她吓到孩子, 我有点心慌, 下意识地问顾锦安出事了。 他哥们眼泪扑速一下, 就落了。 我们赶紧收拾野餐部, 所有东西往车子里面一扔, 就赶去机场。 西南连续暴雨, 受灾了。 他们这次去挖掘 是古人类遗骸, 现场条件不好, 作业困难。 小妹和几个同事 昨天下午摔到山下去了, 顾锦安待得对, 她下去找了, 她哥们一边说, 一边抹眼泪。 我不信, 不可能。 昨天晚上, 她还给我打电话, 晚上, 她把人都救了回来, 但是发现少了一个标记带, 又折返回去了。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我是她妻子, 她真要出事了, 我肯定得到消息。 二十四小时还没有到, 队里会先搜救。 到时间, 没找到人, 才会通知。 她哥们一抹眼泪, 我对那片山林比较熟悉, 所以要去帮忙。 我和你一起去, 几乎没有考虑。 我非得亲自把这个 一声不吭的蠢货找回来。 真要是事实, 那她昨晚打电话时, 就已经出事了, 却一声不吭。 翅膀硬得很, 我还偏不回去, 急死你, 听听, 这是人话吗? 一起坐了飞机。 小不点难得乖得很, 一直在睡觉。 这话我说可能不合适。 她哥们突然开口, 你们决定见家长之前, 顾锦安找我喝酒, 喝大了说胡话, 讲你要带我堂弟回家。 我笑她脑子抽了, 她非得逼我回去锁门, 不让小航出去。 我, 后来, 我说不可能, 你肯定也是口骇。 硬生生把她拉去酒店门口, 才罢休。 你们领证的时候, 我们觉得可算是熬出头了。 青梅竹马, 娃娃轻照尽现实。 这夫妻两个估计怕我想不开, 一直说这些开心的事情, 可我听了只是想哭。 顾锦安, 真是蠢到家了, 暴雨连绵, 飞机盘旋很久, 被降在临市, 又是一路舟车劳顿, 考虑到小不点, 我闺蜜没有跟着去营地, 我保证一定会平安回来。 小表妹一看到我们, 哭成核桃大的眼睛, 又哗哗淌眼泪。 欣欣姐, 姐夫, 顾教授是为了帮我们, 我们把袋子丢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旁边的队员一起哭。 我没忍住, 也是泪眼婆娑。 与世建威, 他们陪着我在林地附近寻找, 找到的机会, 微乎其微。 我知道, 他们只是想要宽慰, 怕我什么都不做, 更加容易胡思乱想。 手机信号并不是很好, 时不时就一片空白。 这样也好, 我也不敢告诉爸妈们, 顾锦安不见了。 陪着我的, 都是历史系的几个顾问。 他们不论男女, 都喊我欣欣姐, 还喊顾锦安, 姐夫。 我不是很理解, 你们也是这么喊顾锦安。 他不生气, 小表妹回答, 他们都跟着我喊的。 我喊你姐姐, 顾教授就让我喊他姐夫。 我们还嘲笑他, 是不是想老婆了? 现在全队的人, 都喊他姐夫。 这个傻子, 大家都破涕而笑。 回想到顾锦安不止一次用小表妹来气我, 等我找到他, 非得在人小姑娘面前, 接了他的真面目。 算了, 还是先把人找到吧。 临近半夜, 雨终于停了。 队里领导找我谈话, 明天会有新的救援队上山, 同时得通知家里父母了。 其他人暂且休息, 我睡不着, 绕着他失踪的山地一遍遍走。 想着他最后的那通电话, 想到他说自己就是一只落汤鸡, 还有最后一声的响雷。 书弟, 一个想法冒出来, 雷声那么响, 闪电会不会劈到了树啊? 如果, 真的是, 我抬头仰望, 四处寻找, 并没有劈成半截, 烧成黑炭的树烧。 但是, 等等, 那是什么? 手电的光线在林间闪了好几个来回, 因为激动, 我甚至没有稳定的气力, 好几下才看清。 一根侧枝上, 挂着一块破不一样的东西, 数数长长, 像是一节袖子。 是袖子, 是顾锦安那只花孔雀的西装袖子。 哪个人来田野实习还穿得那么骚包? 居然穿着西装蹲坑里, 亏他做得出来。 我离营地有些距离, 来不及回头找人。 看着山路不算太泥泞, 抓着藤蔓就往下爬, 脚尖不断在山壁上打滑, 一路祈祷着, 不要崴脚, 不要崴脚。 关键时刻, 千万不要崴脚。 找到顾锦安的时候, 他浑身湿透, 缩在一个树洞里, 身上盖着不知道哪里捡来的大树叶, 湿漉漉, 根本不保暖。 不知道他用了多少力气, 才把西装扔到树叉上去。 山林太大, 白天我们都差点在林子里迷路, 也分不清楚是不是没有来过, 还是经过好几趟, 始终都把他错过了。 顾锦安的情况不算太好, 有些滴烧, 脸蛋红得像是熟透的苹果。 问他什么都说不上来, 直到我一边扶着他, 一边找信号的时候, 才发现他两只脚都受了伤, 动不了了。 没办法, 我只好先放下他, 四处找有信号的位置, 打通营地电话, 才来照看他。 回到营地, 休养近一周, 他才终于缓过进来。 我有些生气, 为什么明明可以打电话, 还不求救。 顾锦安说, 摔下去之后, 脚就已经不能动了。 等他用尽全身力气, 把衣服扔上树梢后, 浑身临晨落汤机。 事出突然, 卫星电话留在了营地, 导致他拿出手机, 才发现根本没有信号。 尝试拨打求助电话, 也一直无法接通。 最后, 他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神志了, 只是一遍遍地拨着我的电话。 接通的时候, 还以为是幻觉。 呵呵, 以为是幻觉, 还能和我降嘴。 真不愧是顾教授, 脑子不是一般的灵敏。 从营地转移到城里后, 我们又给家里报了平安。 他们知道我来找顾锦安, 但不知道他遭受之依着, 一个个自说自话, 还劝过不下去, 也不勉强了。 顾锦安这人, 直接抢过电话, 气急败坏, 你们别添乱, 耽误我追老婆。 可真会说, 你要追老婆呀? 追哪一个呀? 要不要, 我们赶紧回去, 领了离婚证, 方便你找第二春。 我翻着手机里的飞机票, 找了个最近时间的航班, 准备预定。 姐姐, 你没觉得这间房, 有点眼熟吗? 顾锦安抢手机上瘾, 我手里一下子就空了。 我眨了眨眼睛, 他一句话的信息量太大, 他喊我什么? 还有这间房怎么了? 你脑子稍糊涂了,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 有些不确定。 他拉过我的手, 食指向扣, 环顾一周。 大三的时候, 你离家出走, 躲的就是这间房吧? 当时, 我刚知道你不见了, 急得快要疯了。 只查到航班信息, 只能一家家酒店找过去, 你知道, 我恨不得把你揣进口袋里带走。 我眨了眨眼睛, 然后, 你骗我, 说要学考古。 我以为终于可以像师父他们那样, 我们也可以一起, 他这么说, 我就不得不打住了。 顾锦安, 你什么意思, 像我爸妈一样? 嗯, 夫妻双方都是考古教授, 是不是很浪漫? 他闷笑, 凑上前来, 鼻尖碰着我的鼻尖。 我哑然失笑, 所以, 当时你给我讲那么久的三星堆, 是想坚定我学考古, 然后追我的吗? 他被戳穿, 有些不自在地点点头, 气氛其实挺好, 但我忍不住还是笑出声。 哈哈哈哈, 本来你来找我, 我都对你动心了, 结果, 你给我上了三天课, 我就义无反顾放弃了。 嗯, 我笑得太大声, 顾锦安死要面子, 说不过我, 就拼命亲我, 堵着不让我说话。 当然, 在这之后, 我们再也没有人提过离婚的事情。 回家之前, 他陪我又去了一趟三星堆, 这一回, 连蒋姐都省了, 到家以后, 我隐隐觉得有些地方不太一样。 顾锦安这只花孔雀, 居然变得含蓄了。 在挖掘现场, 都恨不得要穿全套西装的家伙, 出门去轻霸见朋友, 都只是纯棉, 替徐家外套, 还暗戳戳地盯着我年酸吃醋, 姐姐, 穿得那么好看呀。 今天打算留谁的手机号码呀? 你说欠不欠? 会喊姐姐了, 却只有阴阳怪气的时候喊, 不如不喊。 聚会时, 我偷偷问闺蜜, 这男人恋爱后, 是不是都这样? 他到底是个浪漫主义者, 脱塞沉思半赏, 贬醒我, 他这是不安的表现。 可能觉得, 你没有明确说出喜欢, 就不作数吧。 应该叫患得患失。 顾教授确实是个感性的人。 回来以后, 他郑重其事地 约了两家父母吃饭, 再次表明我们会长长久久, 不会再提离婚。 好一通慷慨陈词, 把两位妈妈听得泪眼婆娑。 或许, 我也得表示表示, 写诗演讲, 我不会。 但都是成年人了, 谁还不能来点直接的呀? 我提前问了他, 喜欢猫还是兔子。 他选了猫, 但拒绝家里出现真的活物, 理由是我们两个都忙, 没法照料。 你看, 所以他才是弟弟吧? 单纯。 全套猫咪服到家后, 我全副武装, 外加一件戴冬帽的浴袍, 手里小心翼翼地捏着颈圈, 不让铃铛发出声音, 点着脚尖往书房走去。 来自姐姐的惊喜, 我沾沾自喜, 然后传出书房里一声低吼, 万欣欣, 吓得我差点把项圈给弄掉了。 你干什么? 我把东西藏在身后, 走进书房, 但只站在门口。 这么凶, 不配拥有惊喜。 他抬眸, 难以置信地举着手里的文件, 你居然认真考虑过离婚的财产分割。 我看看, 你还真是大方呢。 嘶, 把这玩意忘了。 一直放在保险箱里, 本来打算离婚冷静期登记好后, 再给他确认的。 后来, 事情一个接一个, 尤其是从西南回来后, 我们都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里, 我早就把这几张纸忘光了。 他那么一提, 多少显得我有些不近人情。 是不是我不出事, 你根本都不会考虑和我在一起? 你真的喜欢我吗? 顾锦安还真的委屈上了, 手臂颓然地撑着桌子, 怀疑道, 难不成只是吊桥效应? 吊, 吊桥效应? 吊桥效应能让我穿着这样, 哄你开心? 你小子得了便宜卖乖, 能不能有点限度? 这还不叫喜欢。 我一把拉下玉袍的冬帽, 露出两只毛茸茸的猫耳朵。 他那双无辜的小鹿眼睛, 一秒变细, 瞪得溜圆, 好半天才眨了两下, 就看着那猴杰动了动, 顾教授的脸都红了。 嗨嗨, 我们重来一遍。 他把财产分割清单扔进垃圾桶, 顺带又放了点什么紧保险箱, 动作一气呵成, 转头就迫不及待朝我傻笑。 姐姐, 你刚刚放进去的是什么? 别以为我眼神不好, 眼尖着呢? 没, 没什么。 他欲盖弥彰地从我手里拿过项圈, 假模假样地问, 这个是让我来戴吗? 我冷下脸, 手心朝上, 等着僵持片刻, 他败下阵, 从保险箱里取出了文件。 人身意外嫌保单, 受益人万新兴。 我鼻尖酸涩, 泪水很快就涌了上来, 顾锦安, 你傻不傻? 我不能让你一点保障都没有。 他自知理亏, 轻轻稳住我的眼角, 只是一份保险, 没有别的意思。 那, 那也只是财产分配, 没有别的意思。 我抽气着, 他无奈叹气, 最终, 他的额头抵上我的, 温热, 安心。 两久, 我们一口同声, 扯平了。 拥抱好一会, 他轻轻凑近我的耳朵, 又或道, 姐姐, 我来给你带铃铛好不好? 好, 好的吧。